現在總裁說政府情報上所有的反應 我們一定是歡迎賴總統 依照他原本的承諾 也依照憲法到立法院來做邏情報告 那共產黨一定是以以示要待 那所有的這個報告 以及事後的詢問 事後的補充 或者是回答 我們希望賴總統能夠發揮他的智慧 用最大的誠意來展現他對國情的所有的願景 讓全民能夠了解 市長 您看現在說要對國會改革的法案及複議 那您覺得呢 我今天有看到卓院長有提到 希望朝野和解共生 兩岸和平共融 但是從520到今天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感受到民進黨有任何要朝野和解 完全是用攻擊在野黨 踐踏在野黨 侮辱在野黨的方式 甚至想用少數來軟壓多數 這樣如何和解 兩岸和平更是民眾所最期待的 但是目前看到的是兵凶戰衛 兩岸對抗的升級 我們這是全民所最擔憂的 所以卓院長不要說口號 我忘了真正能夠促進和解 促進和平 好 謝謝 謝謝